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今天叔叔阿姨们来到这个节目 他们也是带有极高的关注度的 因为叔叔阿姨们在体检当中也发现了颈动脉斑块 我们首先请袁叔叔您来说说 您自己去检查了是吗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 做体检的时候 我一看那个检查报告 写的是有双侧颈动脉都有斑块 但是数据看不懂 所以我也挺担心的这事 我的颈动脉都已经查出了好多年了 很担心 2014年的体检 就是检查出来是右侧这边有斑块 我这个斑块呢 大约有快十年了吧 刚一开始是走路的时候 偶尔就一瞬间就往一边偏 一开始头几次我没在意 后来我就去看了 到那以后 大夫说你赶紧检查这些吧 查完就说左侧斑块形成 但是我也不懂 不懂后来我晕了一次 晕了一次 我想可能就是这事 就挺害怕的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都确诊了颈动脉斑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位刘阿姨 刘阿姨在确诊了颈动脉斑块之后 也是陷入了极度担心当中 那么他究竟恐惧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刘阿姨今年六十五岁 平时比较注意保养身体 每年都会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 前几天每年例行体检时 查出了左侧颈动脉有个斑块 虽然医生告诉他 现在斑块还比较小 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而且也没有影响到脑部攻血 只需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但是刘阿姨依然担心不已 她觉得斑块虽然小 可是万一脱落堵塞血管 发生中风怎么办 于是刘阿姨开始了 小心翼翼的护颈生活 每天洗脸都不敢碰脖子 担心一搓脖子 就把斑块搓下来 跑步更是不敢了 就怕跑步的震动会把斑块震脱落 就连日常转个脖子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斑块啪的一下掉下来 堵了血管导致中风 我们看到了刘阿姨非常担心 自己的颈动脉斑块会脱落 我们首先请袁叔叔您来说说 您会不会担心这个斑块脱落呢 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以后 我就是想到颈动脉 那就是咱们就是它是动脉 它肯定那个血管是往出流的 咱们颈脉是回血 动脉是往出的 那么这个斑块如果要是流的脑子 是不是就是脑梗啊 我就特别害怕这事 害怕它脱落 对 好的 我们问一问唐叔叔 当时刚一发现的时候 确实心里咯噔一讲 就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那时候也就像这个 你说的一样的 原来我也听说 只要是这个有斑块的话 它会随着你这血管的流动 血液的流动 它也会动 会动 如果要是跑到脑子里去的话 那我就挠个火 你看跟严肃这么担心 那个就麻烦了 那就是 对 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这个 别斗倒没有 完了以后呢 就是以前就很注意了 原来我颈椎也不好 然后在我们二院那边 就是做颈椎按摩嘛 他给我 后来我就说算了吧 我这颈椎这个按摩 你还是别按摩了 万一要把我这斑块给我摸 别动 对 摸上就很快 对 所以也不按摩了 反正和脖子这边有关系的 好多这些 只要是能碰的地方 尽量不碰 完了弄个护套 护着点 不是就保险点吗 人家是为了保护颈椎 您是为了保护颈动脉斑块 别脱落了 对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都非常的担心 颈动脉斑块 万一脱落了 也许会引发很严重的后果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颈动脉斑块 真的这么容易脱落吗 我们马上请出专家 为大家答疑解惑 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于波主任医师 欢迎于主任 于主任您好 欢迎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好的 于主任 您看刚才叔叔阿姨们 都特别担心 真的有刚才叔叔说的 那么可怕吗 颈动脉斑块和脑足中 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 居民当中 脑足中的发病率 也是很高 平均的是已经达到了39.9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每五个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可能 就会发生中风 而在这些发生中风的人当中 就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颈动脉硬化狭窄 或者说是颈动脉斑块 引起来的 但是大家也不一定要谈斑色变 过度地来忧虑 来担心 颈动脉斑块和脑足中发生 虽然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呢 这当中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 颈动脉斑块呢 它有不同的性质 同时 根据不同的体质 它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区分 分辨出不同性质的斑块 只有危险的斑块 才有可能导致中风 那么会有哪些 不同性质的斑块呢 我们结合道具 请鱼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蛋黄酥 汤圆 鱼主任 您这是让我们来品尝美食的是吗 我们就用这两食物呢 来类比一下 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一个是硬斑 一个是软斑 在了解硬斑和软斑之前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正常的血管壁 很光滑 尤其是颈动脉 它这个血流是 源源不断地上前 来供应大脑的血 但是如果说 动脉硬化的时候呢 血中的脂质斑块呢 就会沉淀在血管壁 最后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形成斑块 来导致血管的堵塞 那么颈动脉呢 它的斑块呢 分成不同性质 和不同类型的斑块 有纤维素型的 有钙化型的 还有混合型的 一种是硬斑 一种是软斑 大致可以分为这两种质地 两种大致的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看汤圆 汤圆呢 它表面比较软 那么就类比于 我们的软斑 我们称之为 易损性的斑块 我们切开以后 看看里面会发生什么 这个芝麻馅都流出来了 全流出来了 看见没有 这个馅呢都流出来 随着水流 它会再蔓延开来 这个呢就是 我们称之为 易损性的斑块 也叫软斑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蛋黄酥 好 蛋黄酥呢 相对来说 就比较硬 看见没有 不容易切 很硬 好 我们切开 看见 内线呢也是很硬 就类比于硬斑 没有流出来的 这样的线性 所以您这个道具的展示呢 我觉得特别的生动 因为您刚开始说的时候呢 这个软斑和硬斑 我可能直觉会觉得 这个硬斑会比较危险一些 因为硬斑脆 脆容易折 对吧 但是您这么一演示之后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软斑 就是汤圆的那个流馅 软斑会更危险一点 对了 我们的软斑呢 就像是这个汤圆 一个呢 表面呢 它比较薄和软 在高压的血流冲击下 它的纤维帽 如果破裂以后 里面呢 软斑的脂肪的碎屑 就像汤圆的 它的内线一样的 容易流出来 随着高压的血流 进入到颅内 堵塞颅内的小的血管 轻的话会形成腔梗 甚至呢 会导致一些脑缺血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眼睛发黑 俗称为黑蒙 或者说是眼睛有蚊子在飞 叫飞蚊症 更严重的话 突然会有短 战性的脑缺血的发作 大概几秒 甚至十几秒的突然意识丧失 这个呢 我们俗称为小中风 如果说它的脱落的斑块比较大 堵塞的脑部的血管比较大的话 尤其是大脑中动脉的堵塞的话 它可能会引起整个大脑半球的堵塞 引起大脑半球的缺血 就是形成了脑梗 甚至会危险到生命 所以说这个软斑呢 是我们颈动脉内的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大家呢 要提高警惕 那是否像刚才叔叔阿姨们说的 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之后 都不敢动脖子了 你老动了 它会不会掉下来 这不用担心 因为颈动脉的斑块啊 它的发生是在颈动脉壁上的 就是在颈动脉壁当中呢 鼓出了一个包 这个包呢 事实上是外面有包裹的 尤其是在动脉内壁上面 它有内皮细胞 甚至还有纤维素 它是把这个斑块是包裹着的 也不太容易 随着血流一冲 它就能冲掉 所以平时我们该做的运动 还是可以做的 不是说一碰它 它就会斑块会脱落的 所以叔叔阿姨该动还是动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个软斑是不定时炸弹 那这个硬斑 我们刚才给大家比划的 这个蛋黄酥 它会不会脱落呢 硬斑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好 硬斑它是由大量的钙化 沉积而成的 它的硬度甚至比这个蛋黄酥还要硬 所以它平时在这个血管壁当中 不太会随着血流啊 在血流冲击下它会脱落 所以硬斑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但是呢随着硬斑的发展的话 斑块逐渐加深加重 最后导致了血管的狭窄 管腔的狭窄 最后呢甚至呢 能完全堵塞这个颈动脉 越长越大 越长 把这个血管全都堵塞了 然后导致了远端的大脑就会缺血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足中肯定会发生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要提醒大家一个技术点了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超声的报告单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地注意来分辨 颈动脉斑块究竟是软斑还是硬斑 但是如何来区分呢 请教余主任 超声报告呢 目前包含着很多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超声报告 它会描写你这个斑块 究竟是高回声还是低回声 一般来说低回声的斑块呢 都是代表着是软斑 高回声的斑块呢 就说明里面有钙化 那么它代表的是硬斑 当然这个呢 是粗步的一个判断的方法 好的 也非常的简便 那叔叔阿姨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自己属于硬斑还是软斑呢 强回声 强回声 那余主任应该就是 高回声 就是硬斑 我是低回声 低回声 汤圆软斑 这个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 唐叔说 右侧是高回声 高回声 蛋黄酥叔叔说 我这是中等回声 这个有点难了 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这个怎么看的 可能就是一个混合的斑块 或者说是在斑块发展的中期 它形成的一种状况 那么如果超声的报告单上 是这个低回声 也就是说我们的软斑出现了 是不是一定要及时地清楚呢 我们要看它的发展的情况 比如像刘阿姨 她表现出来的是软斑 那您就要注意了 要经常到医院去进行随访 如果出现了一些缺血的症状 比如说我前面说到的黑蒙 有绯闻症 甚至出现了短暂的脑缺血发作 尤其是结合有了狭窄 斑块引起的狭窄 那么就要及时地来进行 外科干预治疗了 但是如果说是硬斑的话 硬斑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像袁叔叔这样 您稍微放心 但是也不是说高证无忧了 如果说您的斑块 它的进一步的发展 达到了70%的狭窄 那么您这个就要及时地到医院 去进行外科干预治疗了 当然如果说您的狭窄度达到了50% 同时又有了刚才我说的症状 比如说黑蒙 还有短暂的脑缺血的发作 这样的话也要进行 及时地外科干预治疗 知道了 那像崔阿姨刚才说到的 说走路走着走着突然跑偏 一下子跑到一边去了 这个也属于典型的症状吗 这应该都属于追击血管 动脉硬化的表现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的颈动脉 是属于大脑两根重要的 前循环的供血血管 同时我们大脑还有后循环的 两个叫做追动脉的供血血管 它如果说是有斑块的话 它可能会保持它的平衡失调 就像崔阿姨走路会走偏 同样的这样也要到医院 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我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这个软斑有没有可能 转换成硬斑 硬斑有没有可能 再转换成软斑呢 从目前来看非常遗憾 还没有一种方法 说是能把斑块来进行逆转 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 90%的脑子中的高温因素 都是可防可控的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压是脑族中危险的 第一位的因素 而在目前 颈动脑斑块的病人当中 有近半数的病人 他有高血压的发生 那么如果说血压控制了 正常范围的话 它的族中的风险的发生率 就能减低48% 所以我们要有效地去除 斑块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 尤其是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否则的话 硬斑呢 它会变大 软斑呢 会脱落 最终呢 就会导致脑族中的发生 那么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呢 都确诊了颈动脑斑块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 我们要为大家测试一下 您的颈动脑斑块 是否有中风的危险呢 一起进入测试环节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是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么究竟我们第一个测试的内容 是什么呢 于主任 第一个测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没有肥胖 也就是说体重究竟怎么样 下面有请我的助手 汤京东博士 来用一个简编的方法 叫做拇指同身尺的方法 来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是不是肥胖和体重是不是超标 好的 我们掌声欢迎汤主任 大家都知道啊 平时我们测体重是否超标的话 我们要量体重 要测量BMI指数等等这些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一个更加简编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拇指同身尺 那么我们可以请汤博士来演示一下 汤博士您呢 用手指啊 先找到自己的肚脐眼 然后呢 在肚脐眼旁边旁开三指 三指完了以后定位 右边定位 定位完了 用右手食指和拇指 掐住自己的肚皮 前住 顶到底 然后前住 好 事实上这个呢 就是来测量我们的皮下脂肪的厚度 主要是来看皮下脂肪 在前起来以后 和这个拇指的深度有多少 好的 汤博士演绎得非常的清晰 我们掌声感谢汤博士 好的 那我们叔叔阿姨们 谁先来 我先来 好 女士优先啊 刘阿姨先来准备好了 肚脐 肚脐 三指 三指 宇宙人再给指导一下 三指 然后就定位 定位 对 按到底掐 往上一提 看看 阿姨我可看得清楚呢 经过刚才的有趣的测试 我们来看一看 叔叔阿姨们谁的风险 相对要高一些呢 来看大屏幕 袁叔叔超标 唐叔叔合格 崔阿姨超标 刘阿姨超标 那么这个测试啊 于主任 它的标准是什么呢 看它的皮下脂肪的厚度 就能判断体重是否超标 那么正常的话 你这样掐住 这样掐住以后 这个皮肤拱出来的高度呢 它不会超过我们大拇指 指甲盖的这样的高度 哦 肥胖的人 皮肤拱出来呢 就会超过大拇指 第一 指关节 那样的话就提示 体重超标 体重超标的人 它的足中的发生率 是正常人的两到三倍 所以控制体重就非常重要 那像刚才啊 有三位叔叔阿姨 都出现了超标的状况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饮食了 对 所谓的管住嘴 迈开腿 首先是要管住嘴 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 要特别当心 控制 不要多食 多饮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每天摄入的胆固存量呢 不要超过三百毫克 同时呢 我们要多摄入 古物啊 或者豆类的食品 尤其是每天呢 要食入三百到五百克的 新鲜的蔬菜 还有呢 就是两百到三百克的新鲜的水果 研究发现呢 每天吃蔬菜和水果较多的人啊 他可以降低 足中的发生率呢 是高达31% 那我们听说过很多的食物呢 是可以软化血管 清理斑块的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一种食物 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 有的 就是红曲米 平时大家在吃这个腐乳的时候 那个红颜色就是红曲米 它染色的 红曲米呢 它是用正常的大米 通过红曲霉素发酵而形成的 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食物 那么现代的研究发现 红曲米当中含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是什么呢 就是洛伐他丁 那么红曲米当中的 洛伐他丁的含量呢 还是比较高 每十克红曲米呢 就有一克洛伐他丁 那么洛伐他丁 有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 所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 确实是食药同源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啊 听到这些以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千万别说 我玩命吃红曲米 我把米饭变成了红曲米 不是这样的 应该讲究方式方法的 对不对 对对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是 主张早上用20到30克的 红曲米和大米 一比一的比例来熬粥 熬粥时间长一点 这样的话更容易吸收 另外呢 要保证好足够的疗程 一般来说要吃一个月以上 这样的话才能达到 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 好的 要注意科学的搭配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依然要为大家做测试啊 那这一轮的测试 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于主任 好 下面的测试呢 是来看性格 性格测试 性格测试 对 那这个和我们的这个 颈动外斑块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平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容易急躁 容易发脾气 一发脾气的时候 面部发红甚至发白 更重要的时候 急动的时候呢 还会导致昏迷 甚至重痛的发生 事实上这些容易激动的人啊 他的大脑皮质 还有下丘脑呢 就会让人体 产生大量的身上腺素 而查分胺 还有血管紧张素 这些物质呢 会导致血管的筋囊 血压的增高 导致了内皮的损伤 内皮损伤以后呢 血液当中的脂质 就容易在血管壁沉疾 这就是斑块发生的 主要的一个起因 研究发现呢 A型性格的人呢 他情绪容易激动 容易导致斑块的脱落 最后呢会形成中风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找出 究竟是谁 是A型性格 那么我们通过 什么样的测试 来看看大家的性格呢 在这里啊 先不告诉大家 先卖个小关子啊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先上道具 好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这样一个神秘的小球了啊 通过这样一个啊 神秘的小球 我们就可以呢 马上分辨 大家是什么样的性格啊 你看 这个球里边 有各种各样 不同颜色的路线 那么这个大球里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小钢珠的 是一个小球 我们要把它呢 先运行到轨道上 再慢慢地 通过自己的智慧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找到出口 所以以我的性格 我估计这个球 就会被我给捏爆了 真的 这太难了 叔叔 阿姨准备好了没有 两两一组 我们来做一个比赛 好不好 好 哪位先来 袁叔叔对抗 崔阿姨来 有请二位 来 请一位 一分钟到地时 开始 叔叔半天 没找到那小球在哪 对 恨不得把他砸了 别急 别急 上 好 结束了 我没进去呢 汗都出来了 开始 往那边走 往这走 往这走 慢点别着急 没有球了吗 出来了 好了 好 已经到了 好了 好 时间到 好 请 好的 于主任 是时候该决出冠亚季军了 由您来发布吧 这个测试呢 其实胜负不重要 不重要吗 大家都这么拼 主要看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就能了解 四位嘉宾 他的性格特征了 通过细节的一种捕捉 对 可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简短的游戏 是不是不太全面呢 事实上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也请四位嘉宾 做了六十道题目的性格测试 同时再加上 做这个轨道迷宫测试 我们现在已经得出了 四位嘉宾 他的性格特征 哦 原来如此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想要自测呢 记得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四位叔叔阿姨 他们的测试结果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原叔叔37分 A型性格 唐叔叔23分 邱阿姨是15分 刘阿姨 刘阿姨47分 冲在了第一位 六十道题目的性格测试 超过27分 那就是A型性格的人 A型性格的人呢 一般事业心都比较强 同时做事干活呢 他都是追求完美 追求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 还要抢在别人前面 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同时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的话 A型性格的人呢 他情绪容易激动 容易导致斑块的脱落 最后呢会形成中风 那么袁叔叔呢 还有我们的刘阿姨 都超出了这个红色的标准线了 那么在游戏当中 是不是也已经一目了然了呢 对 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也能看到 这个袁叔叔很急躁 恨不得把那个球砸破了 最后呢还没完成 怕把这个球就晒在坐卧室上 而刘阿姨呢 也是一边做的时候 就看着唐叔叔 生怕唐叔叔超过他 焦急得不得了 其实这些表现呢 都是我们两位嘉宾 他求胜心切 在这个求胜心切背后呢 显示出他们 事实上是一个A型的性格 专家说的特别的对 我的性格特别的急 你知道吗 过去咱们上班 不像现在有公交车 过去骑自行车 我钱都不能有人 我一定要超过他 我什么事 我都要做到第一才好 袁叔叔呢 是不是这样的 对外人吧 街风四连呢 还挺客气 但是对家里人呢 就不一样 比如说像儿子啊 老伴啊 我看不惯的 我就跟他们发脾气 另外有时候 我还挺较真的 比如说吧 说实话 因为我有时候在外面拍戏啊 比如说一场 那个感情的戏 我这是连哭带说 整个人全都进入情绪了 我刚说完 对那里年轻演员 你得给我打算 得说话呀 苏干 对不起 我忘词了 哎呦 我这脑子 你帮你一下 就上来了 我说你是干什么事的 你是演员不是 你怎么一起不做作业 不做功课 你也特不敬业了吧 冷静叔叔 冷静 灭火 灭火 其实说完以后 我也挺后悔 用得着你说没有导演呢 可是当时我要不说 我能憋死 我必须得给 得说出来 我必须得批评 得说出来 我不是真不行说的 但说完以后 我这脑子也是崩崩的 真是乱跳 说说您下次 再火冒三丈的时候 您想想 自个儿斑块 经不起谁 不了这么多了 对对对 这个袁叔叔 您一定要知道 您现在 颈动脉有斑块啊 同时呢 这个再加上 A型性格 如果说 遇事情再这样的急躁 刚才我前面说到了 这个下丘脑啊 大脑皮 这会分泌那么多物质 这些物质全都是 针对斑块来说 都是坏的 它会导致 血管内皮的损伤 脂质的成绩 最后的斑块 会进一步的发展 甚至呢 就会脱落 所以以后 我希望两位嘉宾 遇事情呢 一定要控制情绪 保持良好的心态 那么我倒是建议 以后在遇见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心中一定要默许 一 二 三 就数个三个数 甚至时间长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你要就不发火 这样的话 保持良好的情绪 保持良好的心态 当然更多的 还有就是 劳逸结合 到外面多走走 多看一看 不要太懵 这样的话 就能对这个斑块的发展 就会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意志作用 好 谢谢 谢谢 当然还有呢 唐叔叔和崔阿姨的 逼信性格是非常好 他们呢 遇到事情能处之泰然 相对来说 他们的斑块 就会比前卫两位的嘉宾呢 就比较稳定 也是表示祝贺 好的 我们得祝贺一下了 稳定的斑块 我已经 稳定的斑块 咱俩应该像他们两个学习 对 对吧 所以这个情绪 我们要保持稳定 千万不要这个波澜起伏的 可能会影响到 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将为大家 做怎样的测试呢 我们要请余主任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三个测试 第三个测试呢 是看牙周炎 因为牙周炎呢 它的发作呢 是经常反复发作 它能导致全身的 炎症因子会提升 尤其是牙齿靠近颈动脉 牙周的细菌的炎症的反复发作呢 会导致颈动脉周围的 炎症的浸润 同时会导致颈动脉 内皮细胞的损伤 内皮细胞的一损伤 那就是颈动脉 硬化斑块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问问叔叔阿姨们 有没有牙周炎的状况 唐叔叔 有 我这牙是经常性的老阿姨发炎 就是那个肿疼那种感觉 袁叔叔呢 我就是这是左 左上的最后一颗牙 大概平均两到三个月吧 可能环球队发一次炎 然后这边呢 半个腮可能都要肿 还疼 晚上有时候睡觉全都睡不好 吃东西这边也不敢用 这边也不敢嚼 我就拼命地吃去火药 消炎药 好的 刘阿姨 我这牙从小就不好 十几岁就开始 这个牙就一上火 它就走牙 你看到现在 它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里头这个都是红的 牙不好 好的 崔阿姨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会有牙周炎 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普遍 于主任 我们是不是应该今天现场 也给大家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下面请我的助手 这个端庆博士 也是我们的牙科博士 来给我们的嘉宾做一个判断 好 行了 可以了 下一个 好 好 来 好 好的 非常谢谢赌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赌博士 结合我们刚才做的这些检查 给大家系统的讲解一下 我们看一下健康的牙龈的情况 整个牙龈看起来颜色是粉粉的 然后牙龈没有松软 也没有出血的现象 牙齿跟牙齿之间也有牙龈的充满 没有任何牙龈萎缩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健康的牙龈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赌博士为大家检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他们的检测结果 我们首先看一下圆叔叔的整体的牙的状况 左边这张图片可以清楚地看出牙上下的牙都有牙龈的萎缩 那么右边这张图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牙龈有出血的现象 而且这个部位的话经过检查有比较深的牙周带 牙周带就是牙跟牙龈之间的缝隙 那么牙跟牙龈的缝隙加深了 我们叫做牙周带 所以说圆叔叔是有牙周炎的 好 来看下一位 好 唐叔叔 我们再来看唐叔叔的情况 它下面的两颗牙齿明显有一个牙龈出血的现象 而右边的照片可以显示牙跟牙之间的间隙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两个部位也有比较深的牙周带 所以说唐叔叔也是有牙周炎的 好 我们再来看崔阿姨 崔阿姨的牙呢 它的两边的后牙都是缺湿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的图片的话 这颗牙的旁边的牙龈都是有红肿的现象 然后这个部位的话也有一个深的牙周带 所以说崔阿姨的牙也是有牙周炎的 好的 来看刘阿姨 刘阿姨的牙 这是最左边的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牙裂的情况 我们看到中间这张照片 牙齿的舌侧面 这两个部位牙齦是比较松软的 也容易出血 而且这两个部位的牙齿的舌侧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深的牙周带 所以说刘阿姨的牙也是有牙周炎的 好的 那么这样通过图片呢 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 我们掌声感谢杜博士的专业的精彩的讲解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想到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有牙周炎 根据研究发现颈动脉斑块的病人 如果患有牙周炎 它发生中风的可能性是比正常的高2.1倍 尤其是智齿更靠近颈动脉 它的反复炎症的话会导致颈动脉周围的炎症 还有周围的淋巴结的增生 这样的话 炎性的组织和淋巴结增生也会压迫颈动脉 所以颈动脉又有斑块 又有外面的压迫 就是内外交困啊 就会导致颈动脉引起脑足中的发生 一般来说 智齿的炎症发作一年超过四次的话 那就应该拔了 这样对你的身体 尤其是对您的颈动脉的斑块是有好处的 这个知识太重要了 以前觉得智齿会让我们的脸型不好看 所以我要拔掉它 但是没想到跟颈动脉斑块有这么密切的联系 那么经过刚才三轮的测试 那么今天我们的叔叔阿姨 哪一位的风险相对较高呢 我们一起来看 检测的结果 请亮灯 好 袁叔叔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要经常到医院去进行随访 那么颈动脉斑块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去处理它了 要去干预它了 都有哪些手段呢 首先呢还是内科治疗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降低血脂 来抗血小板治疗 来让颈动脉 它的斑块的发生发展 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如果说它在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了症状 尤其是出现了短暂性的 脑缺血的发作 再加上它可能会导致了 血管的狭窄 这个时候呢 就要及时地外科来进行治疗了 好的 非常感谢 于波主任的精彩讲解 也感谢叔叔阿姨们的配合 谢谢大家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要为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丁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